金牧师向往长影,早早起床,一路来到教堂,只是昨晚没睡好,后脖梗有些发影,他来到大厅,俯下身体前程做了祈祷,突然,外面传来轻微响声,那么早谁会来教堂?金牧师满腹狐疑来到外面,首先映入眼帘,是一片被烧漆黑的忏悔式,什么情况,什么人把忏悔式给烧了? 正当金牧师一头雾水,身后又传来刺鼻味,扭头一看可不得了了,地上居然躺着一具女性尸体 特殊凶案组成员,还没吃早餐就来到现场,据金牧师交代,死者身上没任何证件,早上五点半他起来就发现尸体,初步判断,可能昨晚什么人从教堂侧门进来,将对方杀死 怪异的是,凶手烧掉教堂忏悔式,将尸体摆放像个公主一样整齐 更让警方吃惊的是,死者居然是位男性 众人瞬间明白,对方是个男扮女装的变装癖 那么问题来了,大半夜他打扮这样,来教堂干什么? 难道和什么人交易,被人家发现,一怒之下将其杀死了吗? 大卫发现,墙上写着一排单词,可那是拉丁语,几人谁也不认识 尸检后法医得到消息,死者遭到肌肩,大腿有一伤 死因是颅骨骨折,导致颅内大量出血 询问起可能的凶器 法医解释,类似手电筒或铁棍类东西造成 他的后脑出现多道裂痕,可能死亡时向后倒下造成 凶手戴了手套,提取不到指纹 但他没戴安全套,可能会提取到敌恩类 法医还在死者身体上,发现三支盐酸和成物 那是用来制造洗衣粉的去污成分 除此之外,凶手还用清洗球 替死者反复擦洗过身体 警方叫来牧师,牧师声称 他为准备早上六点的迷子,几乎每天都那个时间起床 只是今天有些意外,转身发现了尸体 牧师提到,不远的救助站也许能查到死者身份 约翰两人果然从救助站得到消息 死者名叫杰米,今年十六岁 他来这里五个月了,他准备攒足钱去做变性手术 然后靠卖银发家致富 但所得消息也仅限于此 回到警局,法医匹配出杰米身上的迪恩类 那人名叫葛斯,不久前假释出来,他入狱前犯的就是纵火罪 两人找到葛斯,对方在一家洗车店工作 罗根一把将葛斯从车里拎出来 两人发现,工作中的葛斯刚好戴着手套 来到警局的葛斯,声称自己没碰过杰米 两人指出,你开始以为杰米是个妓女 当发现她是男人,你击尖了她并将其杀死 交谈中两人发现,葛斯有着严重的洁癖 他非常爱干净,甚至不愿坐到审讯室的椅子上 不得已,葛斯承认,他是和杰米发生关系 事后给他钱 可杰米下车离开时,活得好好的,自己没有杀人 心理医生托尼查看杰米照片时发现 他的脖子上挂着祷告念珠 维亚解释,牧师说,是教堂里某个雕像上的东西 托尼判断,基于葛斯爱干净的洁癖,不可能是他干的 他连审讯室的椅子都不愿坐 他会伸手去碰盖血的尸体吗 现场墙上的拉丁文,牧师曾解释那句话的意思 我有罪 托尼告知大家,牧师错了 那句话的意思是,你有罪 我有罪是忏悔,你有罪是谴责 两者意义截然不同 托尼分析,对方稍了忏悔是写下谴责词语 更像是针对教会和牧师发泄心中暴怒 杰米之死可能只是场意外 现场的蜡烛,祷告念珠,圣坛服装等物品 细死后凶手精心不止 也就是说,凶手真正目标是牧师 可能失手杀了杰米 老唐让他们去查牧师背景资料 对方既然恨他,应该是他熟悉之人 维亚从教会得到消息 96年金牧师曾在一所学校任教 后来因虐待儿童被学校调离 大卫两人来到教堂 此时牧师正在刷地 大卫指出,你为什么要撒谎 凶手在墙上留下单词 意思与你说的完全不同 犹如一个小偷被人当众揭穿 牧师有些语无伦次 他表示,自己拉丁文一直都是半桶水 可能理解错了一次 维亚询问对方,案发时在干什么 牧师解释,他当时和一个教徒在一起 问起教徒名字,牧师拒绝回答 维亚提到96年那桩虐童案 牧师解释,自己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如果警方要指控的,尽管放马过来 教堂经线男师,拨开迷雾 警方发现凶手见指教堂牧师 而牧师却又不为人知一面 到底什么人制造了教堂惨案 牧师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罗根两人找到金牧师任教的学校 退休老师介绍 当时有四个孩子受到虐待和骚扰 他准备深入调查时 教会出面,每家赔偿二十万百平此事 拿起来手软 学生家长也就稀释宁人了 维亚查到 当年的孩子 其中一个去了欧洲 另外两个就住教堂不远的两个街区 第四个杳无音信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大卫两人走访了男孩 对方名叫马克 据马克介绍 这里是个收容所 就是金牧师负责建造 专门收留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大学毕业后 金牧师邀请他过来帮着管理 问起多年前骚扰案 马克表示 完全子虚无有 金牧师从来没碰过他 另一边 约翰两人找到那个叫卡特的男孩 对方声称他拿了人家钱签了保密协议 没什么能提供给两人 问起案发时他在干什么 卡特解释自己整晚在家陪妻子和孩子 不过卡特告诉他们第四个男孩下落 那人名叫鲍比 他也希望成为一位牧师 问起学校那桩案件 鲍比也是三间其口 不愿多说一个字 见到约翰拿出解密照片 鲍比仿佛受到巨大打击 他再也淡定不下来 他声称自己会让虚伪的金牧师 得到应有下查 警方立刻对鲍比家进行搜查 据鲍比母亲介绍 杰米案发时 鲍比晚上午夜回来 那时他一睡着了 也为鲍比给什么人打电话 将他吵醒 三点的时候 他又听到声音 下楼查看 发现金牧师也在家中 同一时间 约翰在鲍比房间 发现杰米丢失的钱包和证件 不但如此 罗根还发现一把手电筒 紫外线照射下 手电上布满血迹 基本符合法医推断 袭击杰米的凶器 回到警局 维亚询问鲍比 案发时金牧师半夜去他家干什么 鲍比轻描淡写表示 商讨他进入神学院的事情 维亚又拿出杰米照片 他表示 是你卧室内把手电筒砸死了杰米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鲍比表示 自己已向上帝做了忏悔 也得到了上帝的宽恕 维亚表示 告诉我们那晚上发生过什么 鲍比解释 自己刚点燃忏悔时 突然发现身后走来一人 那人正是杰米 由于当时害怕 他用手中电筒砸了对方 说话间 对方律师推门进入房间 律师表示 警方问话到此结束 他不会再让鲍比透露半个字 律师找到马莎 马莎解释 鲍比主动承认他打了杰米 他的房间还找到凶器 上面满是鲍比指纹 律师解释 鲍比从小受到牧师虐待 对毁掉他的教会 只是去发泄一下情绪 马莎指出 杰米不是教会议员 他是无辜受害者 律师指出 杰米是个义庄妓女 刚完成一笔交易 这对鲍比造成心理刺激 陪审团一旦被说服 鲍比可以不用服刑一天 只要陪审团 一听到牧师和性虐待等字眼 你认为他们会站在哪边 最终两人达成协议 鲍比五年徒刑加心理治疗 马莎审问了鲍比 据鲍比交代 还在学校的时候 金牧师有件地下室 金牧师称那里叫潮雪 他经常带学生去那里 观看成人混战片 不但如此 金牧师的手 一直在他们身上游走 那时他只有十四岁 大卫他们来到教堂 一个老汉叫住他们 对方声称自己是教会主教 名叫托马斯 对方表示 鲍比一直想进入神学院 但金牧师觉得他还欠缺火候 一直没批准他加入 教会认为 这可能是一起针对金牧师的报复行为 警方在金牧师卧室里 发现一盒录像带 从上面标注时间维亚分析 可能是金牧师离开学校时拍下 观看后警方发现 那是心理医生 给金牧师做治疗的一段视频 金牧师坦言 自己喜欢十二三岁的青少年 时常有种偷窥他们的冲动 托尼分析 金牧师有着强烈虐待迹象 他在努力控制自己 那么这起案件中 报复是否真的陷害金牧师 案件的发展最终将走向何方 检察院这边指出 法官不会去看金牧师心理治疗视频 因为那些只能说明他有病 并不能说明他犯了罪 报复已被送进监狱 如果没有关键性证据 我们对金牧师无能为力 老唐表示 你的意思 我们只能对金牧师 虐待青少年事而不见 对方表示 报比提到的地下室 录像带我们没有见过 这些鼠间接证据 不足以对金牧师定罪 维亚两人来见马克 大卫询问马克 在和金牧师接触过程中 金牧师有没有行为不检点的地方 马克表示 他没发现金牧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询问金牧师是否喜欢青少年 马克解释 这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喜欢金牧师 难道都受到过他的虐待吗 维亚问马克 有没突然离开或长期缺席的孩子 马克表示 有一个叫达瑞的男孩 在金牧师离开时期 突然就没去过学校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按照线索 两人找到达瑞家 开门的是达瑞母亲名叫玛丽 从玛丽这边 两人真的挖到猛料 隔天金牧师刚做完谜子 维亚两人就出现眼前 大卫表示 基于你的工作 我们还是悄悄离开这里吧 警局这边 马莎询问了那个叫达瑞的男孩 据对方交代 金牧师喜欢在他们洗完澡后 叫他们过去 问起过去都干了什么 对方解释 刚开始的时候看体育片 后来就看有颜色的混战片 说话间 老唐叫出马莎 原来对方律师找过来 律师交给马莎一份资料 律师提醒马莎 建议你问问那个孩子 金牧师家电视是什么颜色 回到审讯室 对方继续阐述金牧师做过的事 马莎问他 这些都在牧师家电视里看到的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 马莎问 电视里的画面是彩色的吗 达瑞一阵茫然 不是彩色还能是什么样子 马莎将对方律师拿过来的资料 扔到母子面前 金牧师脱离时代好多年了 他家从来就没有彩色电视机 原来资料里记录 达瑞在学校受到虐待 和金牧师没半点关系 教会赔偿他们五万元 他们用完了 准备借这次机会 重新勒索金牧师 事后警方查到 达瑞在学校确实受到某位牧师猥亵 那位牧师被取消资格 由主教区花钱摆平此事 只是那个牧师 并非金牧师 检方也将取消对金牧师的所有指控 老唐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 鲍比被人刺死在狱中 大卫来到监狱 只见鲍比浑身被鲜血染红 他身上被捅多刀 早已没半点热气 金牧师走出警局 大卫拦住对方 鲍比和一个无期囚徒关在一起 那人用自制刀捅了他 足足武士祭祷 鲍比手臂上 甚至没有一处防御性伤口 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什么是让他如此绝望 牧师解释 鲍比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虽然杀了杰米 又烧了教堂忏悔事 可自己并不怪的 大卫一把抓住金牧师 那就告诉我真实情况 金牧师没办法 只能承认 自己带鲍比去了他房间 给了鲍比啤酒 然后两人做了不可描述之事 大卫问起录像带 牧师解释 为了增加气氛 他们还一起观看了录像 大卫感觉出来 金牧师不是当事人 他在为什么人背锅 第一 鲍比说他们被带进地下室 而不是金牧师房间 第二 大卫只禁牧师看心理医生的那盒录像 而金牧师却说看录像 为增加气氛 问起鲍比为什么要控告他 金牧师表示 也为鲍比当时向他寻求帮助 而自己选择袖手旁观 鲍比心中有气 大卫追问他为什么离开学校 对方解释 也为众多孩子受到虐待 让他感到羞愧 谈话中大卫隐约察觉 那个虐待学生的牧师 应该是个全高位种之人 不然金牧师不会闭口不谈 警局这边他们分析 现在已知金牧师为人背过 但无法知道那人是谁 玛莎表示 即使法律 也不能强迫人们对牧师忏悔的内容 老唐觉得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96年那庄案上 那个牧师肯定也在学校待过 否则他没机会接触鲍比和其他学生 很快他们查到 几名学生索陪 都有主教区主教托马斯签字完成 不但如此 约翰还查到 96年的时候 托马斯在学校 任拉丁语老师 就在当时 鲍比是托马斯的明星学员 随着层层迷雾被包开 托马斯这只隐藏幕后黑手 终于浮现在警方面前 大卫来找金牧师 大卫询问对方 你为什么当牧师 金牧师解释 为上帝和他的子民服务 大卫询问 他的子民包括那些 受到虐待的孩子吗 如果包括他们 你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服务 金牧师表示 那人忏悔过 他会去接受治疗 会去改过自信 大卫指出 他每次都保证过 每次都找你忏悔 但孩子们受到伤害 一次比一次多 你到底在为谁服务 教会一直保护罪人 那么谁来保护我们 这将是信仰的崩塌 见到大卫身后的金牧师 托马斯瞬间明白一切 他指责金牧师 你在拿你的事业冒险 金牧师表示 如果我失去了灵魂 还要事业干什么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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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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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